邱剑梁紧靠一招便让各国高手败下阵来 这一出神入化的腿法名叫神龙摆尾 面对这一绝技 众多国际高手统统苦不堪言 邱剑梁也凭借自己极强的实力 荣登雨量级世界第一的宝座 然而这一次他却差点险西翻车 这一场面让台下老外一场兴奋 那么这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就让我带你进入第一现场 看一下邱剑梁究竟为何险些落败 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我们的中国拳坛第一人邱剑梁 蓝方选手蓝色短裤则是来华十二战全胜的泰国顶尖高手将同猜 这场比赛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决 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第二拳了 这个小踢 奇怪 还有制动吗 十二两个追击低扫 这个叫做呃不是时间差叫做呃空间差卫一差 江中猜啊他的 不管像我是说他的身体有婴儿肥 但是他拳很重 对 而且很准 呃还有就是他腿也很重 刚才两个人比腿的时候 江中猜那个扫踢劲儿是往里走的 可以看到双方选手打的还是比较谨慎 虽然说两人之前是有过交战 但是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 两人的这个变化还真是不小 所以说这个第一回合还是主要一试探为主 以了解对手的整体实力 包括打法风格为主 观众朋友们也不要着急 这场比赛时越到后面越精彩 这个赛前我看这个采访 虽然然也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江中猜他控制能力很强 他必须加强这个侧向的移动 哦 这拳中弹扫踢非常的重 防守到位 不过刚才像这个回旋踢加这个博拳这个情况 其实很好奇 不知道秋剑两人体能处备能够有少次这样的打法 这个打法非常的夺目 可以看到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十分焦灼 面对一名泰国的顶级拳王 邱剑良也是显得格外的认真 并且也是为此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法 并没有直接冲进对手的内围拼拳 而是不断在外围消耗试探对手 打得还是相对比较谨慎 有拳腿组合 有拳拳组合 对 但是江东猜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打的是三击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是推倒的 对 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推倒的 坦克邱剑良 他的这个打法是非常具有侵略性 这要注意啊 快如闪电的扫踢 这手这个反击这个扫踢非常的快 而且很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经过一回合的试探 双方选手对彼此的打法风格也是有了一定了解 相信接下来的对拼一定是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激烈 可以看到邱剑良的进攻欲望也是非常强烈 废话少说 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对决 这个TKO啊 什么纱布的场比赛里面 连续的话三次 这个应该算是有效踢倒的 对这个是扫倒的 漂亮的上头 这么短的距离是高扫上头 是 大家看这在两个右类后类方 江东猜没提击 这个红手 对 说明非常重 看非常清晰 这就是老拳王 第二回合将近一多半的时间 可以看到双方选手的进攻能力都是非常的强 并且在这个打法风格上还是比较相似的 因为不仅对手是一名泰拳高手 球剑梁同样也是一个以泰拳出名的选手 所以说场上的这个局势也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利究竟鹿死水手 让我们拭目以待 轻蔑的微笑 太拳手 就是一般的这个面部表情 这个都是挺丰富的 其实在打比赛的时候 而且大多数表现的是不在意 对 你再来 没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传点心 有的时候他微笑 就是被真的就被打疼了 这场比赛确实是双方势址力敌 两人的龙边对决依旧是非常的激烈 球剑梁的反应非常的快 双方选手究竟孰强孰弱还真不好说 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两人目前依旧是打得难解难分 球剑梁也是稳稳地占据着比赛的主导位置 还是要多出拳 我觉得球剑梁的机会可能在 甚至在中近距离 对手这个中段高扫的话 这个腿法还是下场力非常的适合 这个场地的话还是汉秀有点滑 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球剑梁此时也是完全放开了手脚 比赛直接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可以看到球剑梁的进攻实在是太恐怖了 两人的体能也是产生了明显的差距 还是非常有机会KO对手的 他一起来看你的第二三十五秒 你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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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被准了 被准了 被强图了 哦 好像是智商的智商 应该又是一个前手的这个 一拢可能是 而且他在努力的用鼻孔呼吸 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确实是体能消耗自己 扔了之后的一个正常表现 不要细啊 要给大脑公养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这个场地确实有问题啊 这看起来太多了 没办法 你能打得实际上比较 不要着急 邱剑梁不要着急 要找准弱点 要找准弱点 他有点太急了 邱剑梁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 不过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如果不能及时冷静下来 一旦耗费自己的体力却没能终结对手 那这绝对是对我们毁天灭地的打击 邱剑梁还是要赶快冷静下来 千万不能陷入到对手的节奏当中 往往走 将军兰还有一踢 冰冰的能力 对 已经被打晕了 还是要找弱点 比较像他们这种几百战的高手 往过来的时候 就挺短的 因为挺短的 对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都 对 但是缺阵梁血体能下降也非常的快 所以 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乱 为了要小心 长手到位 为了这个时候 被头部的保护 手要加高 带泪也要保护好 我们三个肥子差不多了 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十分胶着 两人的体能都已经是所剩无几 球剑梁目前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能KO对手那绝对是一个好的结果 就算是KO不了 我们也是稳稳握着胜券 只要不被KO 那么这个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扭着牙打出这个迅捷的进攻 职业选手啊 高水平的职业选手 这个江中才从被这个打晃了 到他回复到现在 这个确实是很困的 再爆发一波 球将人还想KO对手 比赛结束 一场三回合的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邱建良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邱建良拿下比赛的胜利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个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